近日爱奇艺宣布综艺节目《哈哈哈哈哈哈》第三季开始招商 其中陆寒、陈鹤、邓超三人依旧会作为常驻嘉宾回归 这一点深得人心 当初邓超、陈鹤、陆寒接连退出跑男 让很多粉丝大失所望 也就预示着跑男的搞笑氛围被搭走一半 后面加入的一系列新人身上皆没有太多的搞笑细胞 不过今年的嘉宾阵容还有些看点 白鹿和周深比较圈粉 还有沙蚁包括蔡徐坤这位颜值担当 本以为后面三人会有机会回归跑男 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都没有等到他们三位 反而是去了其他的综艺节目 当初说是因为荡期问题 可后脚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节目就有了 很难不让人猜疑 邓超、陈鹤、陆寒的离开不是提前约定好的 对于五哈这个节目 网上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第一季出于新鲜感 大家觉得这个节目还比较独特 搞笑且感动 游玩各地体会当地风土人情 但到了第二季节目就变味了 第二季纯粹就是玩游戏 尤其是请了脱口秀的几位到了之后 劝退了好多观众 可以说有很多综艺节目 节目看点全在飞行嘉宾身上 比如王牌对王牌、跑男、你好星期六等等 每一期都有不同的飞行嘉宾 但哈哈哈哈就不同了 不少人其实就是冲着三位跑男元老去看的 添了嘉宾反而没有锦上添花 倒是影响了整个节目的观感 那这次第三季 据悉重点又在飞行嘉宾身上 虽然常驻还是陆寒、陈鹤和邓超 但就这次招商会公开的节目策划来看 拟邀嘉宾的名单可是高达几十位 也就是说 每一期节目都将会迎来飞行嘉宾 节目的主题还是以蹭饭为主 也将会邀请多省份的明星嘉宾 来弘扬各地方的美食文化 而且节目组这次将采取网友们的意见 解锁全新玩法 网友说哪里好 我们就去哪里 在节目正式开路前 节目组将通过两个月的时间 整集线索 就看哪些网友的意见被采纳了 从招商PPT中可以看到 陆寒、陈鹤、邓超这次 将分别带队分配到陆寒的三位女要嘉宾 则有纳英、梁静和宋丹丹 看到这个阵容真替陆寒捏把冷汗 网友纷纷表示 节目组确定不是去折磨陆寒的吗 是想让陆寒一路鞠躬吗 以他的性格 肯定会见到每一个前辈都会礼貌鞠躬啊 再者 宋丹丹老师参加综艺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陆寒再幽默有梗 怕是都hold不住 纳英跟梁静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一个是歌唱界天后 一个是演艺界影后 敢怒敢言 不堪脸色 三个人到一起 肯定好玩代感 陈鹤与邓超这边分别的嘉宾则有 张静初 欧豪 陈独林 李淡 蔡绍芬和徐珍 我觉得让陈鹤跟陆寒换一下还差不多 另外 凤凰传奇 陈伟霆 王欧 张力 黄爵 周迅 龚俊 杨迪 宁静 聂元的明星 也出现在你要名单中 看得出来节目组这次是尽可能的扩大范围 不仅要解锁新玩法 还要在流量话题这块好好把握 不过这次招商会如此声势浩大 到时候别一个请不来 那就尴尬了 还有网友提议 请跑男的那几位来个世纪大合体 但估计大家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 两个节目本就是竞争对手了 合体了 你说热度是给到五哈还是跑男呢